B1 Hello 大家好 很久沒見了 因為我前一陣子找到一份 然後太忙了 加上收工之後也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可能是一些弄一些文件 或者是適應這裡的環境 所有事情都沒有適應到 而且因為上一份工作就不是真的很想做的一份工作 只不過當初可能沒有想清楚 覺得有工作先做了 就去了做 發現其實也不是那麼喜歡 前一陣子也很困難貼持職 所以又沒有心情 加上我1月份的時候就中了COVID 休息了幾星期 所以現在因為我辭職 也已經是最後一天了 所以現在就多一點時間 而且我看到最近香港太多事情 有發生了 然後我也覺得好像 我覺得我可以分享一下給大家聽 我中了COVID的經驗 可以令到大家 或者希望大家 可以不用那麼害怕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身體挺差的人 就是我 就是我是早出生的寶寶 所以免疫力被我抄 還有我有濕疹 就是敏感低 就分享一下我中了的經歷 還有我中了的經歷 其實是比一般人嚴重少少的 不過是 都OK了 沒什麼 就是我現在是完全好了 沒事 無後悔症 我那時候呢 我那時候呢 一開始有病症 就是不舒服 是幾月十二號 那我就是 晚上 症癌 然後呢 我喉嚨 有點不舒服 沒有什麼特別 那我好像 我是有 我是那天 等一下 不是 我那天吃完睡覺 第二天 我是有做那些 症癌 那是 negative 然後我就上班了 那天呢 上班就是 有點尖寒 尖寒 這樣 不過那時候 因為都是 一遠 英國也是很冷 那 我是 我 就是我是普通那些 有點冷 不舒服 那種 就是也是同時一樣 很一樣的 完全沒有分別的 那 我上班了 然後 回家了 那 都 因為那一陣子 一月是有多 就是那時候 英國也有很多 症癌 對 我也有點擔心的 那我就照 Tax 也是 negative 那去到星期五 就是 十二 就是十四號 那天 早上 我也是 起床的時候 還是有點不舒服 有點頭痛 那 其實那個精神狀態 都還可以的 其實是可以上班的 不過 就因為星期五 那 又 對 又不是很想起床 那之後呢 就騰了一個管理員 說 那些不舒服 我想請假 這樣 之後呢 就打算睡了 睡一天 這樣 當一天 holiday 過了幾個小時之後 那個管理員 就通知我 有個同事中了 就叫我自己也做一下Tax 之後呢 我就做個Tax 那 因為做個Tax 是 你 就是 撈完鼻子 這樣 滴了那些水 那裡 是 大概等 十兩分鐘 那 我是十兩分鐘之後 我拍張照 給那個管理員 看 是 不 那之後呢 我就沒有理會 那我以為 我都沒有中 我做兩個Tax 都沒有中 這樣 沒有 沒有懷疑 之後呢 我的同事就說 你不要了 你有病徵 你去做PCR Test 那 我 那時候 都沒有說 很 覺得需要去做 但之後呢 我就 因為我家人也有關心一下我健康 那晚 就問一下我 喂你是不是真的Negative 那樣 真的 在房門口問 他不敢 不敢進來 很搞笑 之後呢 我就 啊 我還拿那個 結果 打算給我家人看 你看看Negative 那樣 一拿起 就發現 是兩條線 就是 就是中了 就是 positive 我是有點驚訝 我突然說 啊 剛才 剛才是 negative 然後我就立刻 跟那個 Manager說 原來我是 positive 但是 是有一條 很淺色的線 之後呢 呃 我就去 預約PCR Test 那就 去 政府那裏 那些 再研一次 不過我是預約了第二天 的 因為 其實那個 Self Test 其實也挺準的 而且那個 已經 展示了 說你中了 的時候 其實你也就是中了 那之後呢 我那個 那天 都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就休息 肥膩痛 那 就 哇 就照正想吃東西 沒有家人就 就是 拿些東西 上去房間 給我吃 都不和我一起吃 不過其實我早上已經知道他們吃飯 之後呢 哈哈 所以其實他們 最後 他們也有中的 之後呢 我就 那天沒什麼的 星期五 但是星期六 星期日 我也有發燒的 但是 他又不是說 發工燒 就是 可能37點幾 38 之類 那個人又是溫溫的 之類 我也是保持住 自己保持休息 比利糖 另外有一種 消炎藥的 就是我朋友 阿嘉賞說 我愛吃的 這隻 就是英國 人家多數都是用來 就是消炎的 吃這個 然後呢 NHS那裡 也有一個指示 如果你中了 你可以吃 那個 MAPARAS CINEMO 還有 那個消炎藥的 不懂得 我送給大家看 之後 那我發了兩天燒 我沒有說吃不到東西 或者吐 那些 另外還有一個病 就是有肚餓 但是又不是有肚餓 好像假一天 那樣 就會有肚餓 那樣 我就 有喝很多水 那樣 之後呢 就 應該是發燒兩天之後 我就有一天 即是第二天 應該就是17號 對 17號的晚上 嗯 我呢 就 感覺到 不是感覺到 我照鏡 看到了 眼睛很腫 臉好像也很腫 那樣 可能 吃了那麼多食藥 之後呢 我就 有點擔心 有點怕 有些時候說 中了COVID 又會中風 又說 不知道 怎樣怎樣 這樣 我呢 就 走了去吃了一粒食藥紋 那是 通血管的食藥紋 不過我本身呢 是有吃開的 啊 就是 這一種 啊 倫 倫 倫之 那 他就說有這個 的 通 通血管 不是 出眾血管長環 有了這個 腦補心臟健康 所以呢 我就吃了 不過 其實我吃完之後呢 他真的 我想十兩分鐘內 我就燒了一種 然後呢 我感覺到 全身的血液循環 也挺誇張的 然後我整天晚上都感覺到 血液循環 所以我整天晚上都睡不到 我就不建議 就是 你可能之前沒吃過 或者你不知道是什麼 或者你不確定 你自己 可不可以吃 我都不建議你去試 因為我知道這個濕潤 好像是 真的有一點 人是不能吃的 所以 就沒事了 因為我自己 一向都 吃開 這個濕潤 也吃了很長的時間 因為 我印象中 就是 這個 如果你是有 白癮的話 是不能吃的 但是 還是 就是 不要這樣吃 雖然不是藥 之後 我就整天晚上都 感覺到血液循環 睡不到睡 但是 第二天 之後 我就 沒有再發燒 就是 我感覺到我個人 是 精神了很多 然後 就 不過 還有一些吸 很舒服 後來 有些不舒服 有些 淡 其實都維持了那幾天 就是 一直都是 正確 然後 星期五 就是一個星期五 第一個星期五 我就是 雖然 之後 不過呢 雖然 但是我還是有一些病症 就是 還有一些咳 咳 痕 但我已經沒有再吃 比利糖 或者吃燒熱藥 我是由那天 我吃完 之後 我們有很多精神 之後 我就是 吃 喉糖 我一直吃喉糖 喝了很多 尿水 因為它是 一些喉糖 很舒服 有很多 喉糖 一直維持 到 其實我 休息了十天 然後 那一天 我是要上班的 也是有 很輕微的 求力 我就分享一下 我家人 那 我傳染了給我弟弟 和我妹妹的 我弟弟 其實他 我弟弟和我妹妹 都是沒有發燒的 他一定只是喉嚨不舒服 咳 有點淡 這樣 那 他們都是 一個位置 都是 正確 然後 就沒事了 然後 就 然後 就 然後 就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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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然後 就 我 不說他們有沒有準時吃 因為我妹妹是一個不準時吃藥的人 可能我覺得自己沒事就不吃 而且 他們是沒有發燒的 我猜可能有吃 我們知道 頭那 兩天 真的比較嚴重一點 就是不舒服 可能有一點 頭痛 就是頭不舒服 這樣 但是 就沒有發燒 他們 很快就沒事 不過就是 這樣 保持咳 就算是 positive 之後 你聽到是 negative 但是 那個喉嚨 也是會走 不舒服 這樣 之後 另外 我就有 一個朋友 他就是 他 中完之後 他沒事 就是 一直有咳 他去看GP 就說 他是有氣管敏感 就是吃了一些氣管敏感藥 吃了一陣子 他現在又是完全沒有大事的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中了的話 我覺得 還是那些很廢的 還有 多睡覺 喝多點水 之後 如果你很擔心 我覺得可以 或者吃Omega3 不一定吃的 兩陣子 因為 我覺得 Omega3應該是 輕微一點 或者 那個效果 應該不會說 吃那個兩陣子 那麼誇張 多點健康的東西 真的很廢 因為現在 在英國這邊 我 聽了很多人都有中過 然後 是 不過有些人 真的打第三針之後 是 無中的 我 兩天前 其實也打了第三針 那我希望之後 也會有 一些時間 安排到 可以拍片 分享一下 另外大家 其實可以在 IG那裡找我 因為 IG找我的 比如說如果我起床 或者 我 有空的話 其實我 就可以回覆大家 的 就不會說 真的 不會拍片 那麼難 對 那 如果大家 有些 什麼 的問題 或者 是 關於 移民英國 或者 一些 任何 有關英國 想分享給我 聽的話 也可以在 IG找我 對 那 我最近 也不是 最近 這兩天 都 嘗試 更新 我的IG 對 那麼 嗨 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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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